我們來關心經濟部在十方五個台灣版 人民法案 主法的出案 憲法費用有六十億 憲法的密度有六趴 有台北省進的制定設備 開一百億的三億 這些都可以申請減稅 希望要讓我們台灣人民的三億 在國際上的地位主席主席 春天創新條例第十條知識 在今年一月修正公佈 在考慮國家關鍵三億發展 以後 水智穩定的前提之下 經濟部和財政部很多次協商 三重條例主合出案 為國會設議有過三十天 怎麼樣鼓勵台灣這個研發 還有這個稅務的平衡上面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們的經濟部的想法是 讓台灣的這個研發再增加 然後領先的地位在國際上保持領先 美國看著是數上最大 到主地驗的台北政筆法案 引起三億個不一樣的責任 那以財政部建設一百億 研發經費貨幣 適用業者協議只存在出店 研發口才大協助 那以經濟部的五十億周貨幣 前進到適用業者協議造成未適碎順 最後領先 無限三億 那在國內有即時創新 當時在國際經濟年 還有關鍵地位三億 那研發費用六十億 研發別多六% 等於五號稅率十一% 要申請這項設備 基礎一百億三億都能申請 門檻有一百億降到六十億 那降到六十億 當然一些中型的晶圓廠 例如我們說聯電 利基電 世界先進 華邦等等的 他們就可以申請了 因為研發金額超過六十億的 像很多是屬於電子六個 所以就不會是獨厚半導體一家 科技產業的補助必須要集中資源 才能夠看到成果 因此這一次的補助辦法 訂立了偏高的門檻 其實對半導體產業是正確的方向 希望就代辦政筆法案 高利産業加大了頭到處重新 讓台灣産業在全球有競爭優勢 最近經濟節目也要基盤 産業主談會 公立國鋒意見 博業者美女開始營申請適用 技術綜合佈度 在地上大陸